因為我們事後調查發現 其實這名男子 他當時是有跟工程的合約商 擦肩而過的 這個貓道不是一般人可以進去的 照理來說 這應該是要管制森嚴 必須要向機場申請合法工作證 或是通行鑰匙 你才能夠進去 但是疑似包商根本沒有關門 再加上監視器出現死角 才讓男子有機會擅闖 也難怪桃園機場要追究疏失 畢竟身為國門卻發生離奇名案 男子獨自一人 待在機場十多個鐘頭 最後意外墜落身亡 究竟哪個環節出問題 第二行下四樓電梯廳一出來 這線門就是男子闖入路線 不過實際重回事發現場 工作門已經上鎖難道 那邊鑰匙不能退進去 那都是管制的 你沒有權限給你 而且你沒有在裡面工作 他也不見你鑰匙 你有權限才可以能打開 根據知情人士透露 這線門不是人人都能進去 只有機場人員或是相關承包商 甚至 每個工作門都有嚴格管制 要用鑰匙才能進出 上方也有監視器來監控 卻仍然有人能三個漏洞 應該是管制進出的工作門 竟然該關沒關 導致男子有機會擅闖 承包商舒適 機場將追究到底 從四樓美食街往上看 大約一層樓的高度 一整圈都設有貓道 不過四周多個出入口管制恐怕成問題 記得實際走趟桃園機場逐一確認 不管是北側貓道進出口工作門 還是南側貓道進出口工作門 通通都有上鎖 只不過也有人納悶 竟然是管制工作門 怎麼會 男子從電梯口走出來 映入眼簾的就是這扇工作門 一次從這裡闖入進入貓道 不過沒被發現 原因很可能是這監視器根本就拍不到這 門沒關也就罷了 連監視器也疑似拍不到 這些通通都成了男子善意闖的關鍵 只不過根據了解男子善意闖前 曾跟承包商擦肩而過 明明有看到人怎麼還沒注意 也備受質疑 桃園機場強調會針對承包商舒適 追究相關責任 除了包商舒適 桃機也將進行內部檢討 避免類似事件再上演 東京新聞地方中心 桃園報導 而這樣的建築舒適 誰該來負責呢 台北市有住戶指控 頂樓這叫冷卻水塔 因為長期會震動 導致牆壁都會滲水 甚至您可以看到 整個牆壁都會出現斑駁的情況 一查才發現 其實這根本就是違建 那麼如今經過法院的判決 頂樓的冷卻水塔是通通得要拆除 問題來了 水塔所有人是誰 是前任的主委 但他卻以夏天員工匯熱為由 所以拖延拆除作業 一路就拖到了 現在都快要進入冬天了 更誇張的是事後更發現 前主委打官司的錢 用的還是社區的公共基金 讓住戶知道快起炸 台北市這間室內設計公司 這邊看起來一切正常 不過鏡頭一轉 卻發現牆壁通通是避癌 而問題就在樓上 造成11樓室內 嚴重避癌噪音等問題 就是這三座冷卻水塔 經過調查後發現 這三座冷氣水塔 因為佔用空空空間 所以是違法的 因為我們是從事一個 室內設計裝修業的業者 看到我們自己公司現況這樣子 其實在我們的專業上面 其實是造成很大的殺傷力 冷卻水塔的水滴搭搭 不斷向外滴 透過畫面就能清楚看到 地面上的防水漆已經逐漸剝落 疏忽更不滿的三座冷卻水塔 之前通通沒有設置墊高塊 讓他們苦不堪言 才決定提高 相當困擾 你除了它自己本身長期 不下雨的時候 你看水塔這樣在噴溅 潮濕然後會產生臂癌 那這種防水城它一旦破壞以後 你像最近的這種颱風 任何下雨 其實那個水是像 像河哥流這樣子進來的 吻那一群血在臉上 事實上頂樓這三座冷卻水塔 統統是不同住戶持有的 最左邊是一樓銀行 中間是四樓律師事務所 而是一樓住戶提高的是 十樓前院主委的 但對方聲稱因為夏天天氣熱 要是沒有冷氣 員工會太熱 持續延後拆除作業 更誇張的是事後還發現 對方是用社區基金去打官司 等等都通啊 其實就情緒也累積到一個程度 然後才會想說做解決嘛 不然這個前前後後 其實我們來在這邊其實已經快20年 搬到這裡來營業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這個問題了 對方不處置對樓下住戶生活 造成影響 對此現任主委不回應 十任主委也已經搬走 截稿前也得不到回應 現在屋主只期盼 對方趕緊出面處理 拆除至違憲恢復舊面貌 東新聞聯達80週綜合報導 有時候為了自己的健康 或是財產損失 大家都會去保險 不過為了避免債務人欠錢 所以從2022年 民事大法庭裁定之後 保單就被視為是要保人的財產 萬一你有欠錢的話 你的保單是可以被強制執行 拿來抵債的 那麼原本金管會議是研議要修法 讓100萬以下小額保單 或產險 健康險 這些很重要的保險 沒有辦法被強制執行抵債 而現在其實也還沒修 那麼立委就質疑說 這個修法內容大幅限縮 也讓不少保護抱怨 其實有時候這個欠錢 是因為他的家人或是其他人 而他的保單對他來講 是健康至關重要的 如今這個法條 也讓人民的棺材本 都被吃乾麻鏡 我保人完全沒有享受 然後我要來承受這個保單 我先生的死亡棺材本 還要被他們扣押 口氣中滿是無奈 林小姐說先生在40年前 因為替兄弟做保 欠下2億多債務 房子財產全被法拍 連帶利息至今還欠了銀行超過1億 他為先生保的唯一一張50萬元保單 原本想留來辦後事 現在也要被銀行強制執行 等於被迫解約拿來還債 又沒有薪水拿回家 我就想說投保一個受險 萬一死掉還能夠一個傷障保住 這受險的保額也只有50萬 即使現在解約也只有69萬 銀行死追著一定要把這一張保單扣押住 因為保單被強制執行陷入困境的還不止他 你願意跟他商量的話 他應該看他會不會就是說 不要從這裡去扣除 因為畢竟若是說真的生病的時候 更需要這一筆保費 C小姐兩個兒子剛出生時 她用自己的名字幫他們購買了 20年期終身增值保單和醫療險 後續保費都使兒子在繳 卻因為她積欠卡費 保單被通知將強制執行 現在連兒子也沒辦法申請禮賠 原本金管會說好修法要替他們解套 包含產險 健康險 合併保額100萬以下受險等 八大類保單以後都不能強制執行 但立委質詢 金管會到了修法關頭 政策卻急轉彎 考慮排除傷害險和健康險 後面報額則從100萬降到只剩20萬 現前本就該還 但政府該如何制定政策 才不會被認為連棺材本都要吃乾抹禁 也成為修法一大難題 東訊宣伐 范介文 林海榮 台北採訪報導 而最近消息是國改法釋憲案結果曝光 大法官將許多爭議條文視為違憲 其中總統赴國會國情報告急問急答 叫做違憲 另外在人事同意權 聽證調查權等 涉及罰則都被視為違憲 不僅如此 大法官也對於反質詢做出詮釋 以問答不算犯愁 那麼現在也讓在野黨立委痛批 所以未來官員愛說什麼就說什麼 都不用再負責了 立法程序雖存有瑕疵 為整體而言 上南位已完全被離憲法公司 大法官許忠利跟其他六位大法官 針對國會改革選判結果 沒行明部分核謝 但關鍵條文全數違憲 獨步全球的憲法價值 憲政史上的一大恥辱 首先立委無法要求賴總統 國會回答問題大法官聲稱抵觸憲法 另外在人事同意權的部分 部分核謝 前來說立委可以同意人事案 可以預見這黨立委會加劇抗議NCC 考試委員大法官總統提名的力道 在我們的大法官眼中 唯一核謝的狀態 就是總統來愛說什麼就說什麼 立法院不能過問 另外值得關注的 在調查以及聽證權的部分 是部分的違憲 這結果讓律師直言試射側面很大 疫苗採購案 還有超私雞蛋案 我們沒有堅強的強制 處分權來做後盾 就是要讓國會的調查權 徹底的空洞化 目前立法院針對超私進口 但爭議組成調查小組 這宣判結果恐怕讓小組瓦解 無法如在一黨預期有效揭蔽 未來委員會不可以開調查小組 衝擊在黨立委 另外在問政層次上面 官員接受備詢 也不會被立委扣反質詢帽子 也無需因為答詢內容 至上藐視國會的官司 說假話 說謊話 他不應該負責嗎 要科與他們法律責任的條文 就違憲 坦白的講 就大法官你自己就違憲了嘛 今天是台灣的憲法光復日 指導立委樂見宣判結果 行政團隊能否鬆一口氣 只能說未來的日子 卓內閣成員不會好過 各位喜歡老組 林鴻琦 王國斌 劉教在台北採訪不到 而金華城現在是否要停工呢 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就提議 要鼎月開發主動放棄20%的爭議容積 結果鼎月在25號下班之前 還是堅持不做決定 這讓一切成空 形同以拖待變 我們就是呼籲鼎月能夠主動來將 有爭議的20%的容積獎勵拿掉 平息各界的爭議跟紛擾 台北市長蔣萬安這樣的呼籲 鼎月開發是真的不想聽 原來25號鼎月總經理陳文可 有道市府說明 說不方便表示意見 要依相關規定辦理 要等法院判決以拖待變 就算李四川提出放棄榮獎解方 只要答應就能確保金華城蓋下去 如今依舊是懸在那 因此北市府維持不予施工勘驗 目前沒有聽到說是要回來 主動辦理編跟設計的意思 就是說沒有要放棄20% 他們的意思是這樣 對 總經理自己來一趟 然後跟監管處表達 就是沒有其他動作 看看金華城佔地近5000坪 是由四座相連的建築構成的 整體建築物是19層地上 和7層地下的多功能綜合場所 若放棄20%榮獎 會變16層多的建物 但未來就可不用受司法判決左右 可以繼續蓋 蔣市府也不再要求 不予施工勘驗 形同解套 可惜鼎月不領情 原則上結構上面 根本沒有任何的改變 我想我們應該在三個月內 應該可以把這個變更設計 把它完成 就只要蓋到728的話 我相信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解決這件事情的方式 然後其他的部分 我們就是近代司法的一個調查 許淑華也喊話鼎月 要與威京集團總裁 沈欽欽切割 不切割等於毀於一旦 只不過李四川說放棄後 若法院判無罪 就可再提行政救濟要回20% 卻沒獲得自家人的認可 因為這20% 就是不該給的 創設的榮獎 監察院已經糾正有重大為師了 還沒有起訴 也沒有判罪 那說實在 所以我只能說建議 救濟這兩個字都扯遠了 畢竟當前鼎月不放棄 這些解方都只是天方夜談 東森新聞鄭中心綜合報導